这个男人正准备对眼前的女子用墙 而女子的身份还是他妻子的亲妹妹 这种禽兽不如的行为最后是否会得逞呢 而妻子面对这种情况又会站在哪一边呢 消灭巨荒与你相聚 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关于航门成员的爱情道德伦礼剧 求生之欲第十一十二集 郭沐这边得知佩奇要接受采访后 于是决定让佩奇彻底的身败名裂 第二天采访团队来到家中采访 虽然家里对这次采访都非常担心 但佩奇已经事先打好了招呼 之后的采访当中 夫妻俩也算是应对得体 没有让丑闻曝光 但此时波姆和奶奶却过来了 并且还曝光了佩奇未婚先孕的事情 这种情况让场面一时失控 佩奇更是当场验孕 证明自己的清白 显然佩奇这是为了和塔特结婚 欺骗了家人 虽然普洛亚帮助佩奇在媒体面前圆谎 但对于佩奇欺骗的事情 依旧难以原谅 随后普洛亚找到维克和纳鹏讨论这件事 不过目前佩奇已经变得盲目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边纳鹏突然接到叔叔的电话 而维克从纳鹏的表情 看出了事情有些不对 最后纳鹏还是决定 将自己的事情告诉维克 回到家中的普洛亚 看到塔特就忍不住生气 而塔特的态度更是变得极其嚣张 晚上塔特接到了瑞安的电话 瑞安是按耐不住心情想要约塔特 而塔特也欺骗了佩奇 随后出门赴约 但他不知道 普洛亚正在背后看到了一切 并且还一路跟踪塔特到了他的公寓 普洛亚还打电话告诉了纳鹏 而纳鹏也马上赶去和普洛亚会合 正在等待的普洛亚 最后也是完美错过了 瑞安和塔特的约会 而纳鹏对于普洛亚这种私自行动非常担心 毕竟塔特可是一个非常坏的人 而在这种关心当中 也让纳鹏和普洛亚之间的小情愫更浓了 第二天 塔特竟然自己亲自下出给其他人做早餐 但是得知塔特不少事情的普洛亚 显然不会接受他的好意 甚至直接当面嘲讽塔特 因为和塔特同住一个屋檐 让普洛亚几乎要发疯了 他只能和纳鹏积极讨论工作来转移自己的视线 两人还前往瑞莎的宣传地点查看进度 而这个时候 纳鹏忍不住再一次对普洛亚表白 但普洛亚依旧没有当回事 这边塔特想要让佩奇买一家度假屋 但却得知佩奇早已经有父亲留下的度假屋 塔特开始乘胜追击 不仅开始挑拨佩奇和普洛亚的关系 甚至还开始询问佩奇得到了什么遗产 最后慢慢地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想要将佩奇的钱纳入自己的手中 而在旁边听到一切的女佣 也赶紧将这件事告诉维克 此时普洛亚刚好过来也听到了这件事 于是维克决定要给普洛亚提个醒 晚上塔特再一次向佩奇提起生娃以及登记的事情 两人虽然结婚 但其实没有登记 只有登记了 塔特才能染指佩奇的家产 幸好此时维克打电话过来约见佩奇 阻止了两人继续交谈 第二天 胡米克又来约奥恩出去了 虽然维克看到了这一切 但现今他已经决定不管了 维克来到家中见到塔特 塔特非常不爽 这位被佩奇依赖的叔叔 所以他没有给维克好脸色 而维克在见到佩奇之后 看到他几乎三句话不离塔特 于是就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去提醒他 要注意财产 还要延期去注册 而在背后听到一切的塔特非常生气 奥恩和普米克来到了寺庙 在佛祖面前 普米克再次向奥恩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这种情况让奥恩坑加的感动和深陷其中了 因为得出了维克的阻挠 于是塔特决定以退为进 主动跟佩奇说自己不想登记注册 而这种行为果然让佩奇深受感动 并且第二天就直接去和妹妹以及叔叔炫耀了 但普洛亚和维克深知塔特是怎样的人 所以除了对佩奇无语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忙于搞到佩奇的家产 这边夜店当中的营业额下降了许多 而此时瑞恩竟然来了 并且还给塔特带来了新的损照 想要让佩奇远离维克普洛亚等人 等塔特回到家后 看到普洛亚一个人在工作 随后竟然大胆地上前进行轻条撩拨 甚至直接抓住普洛亚的手 想要对他用墙 而普洛亚直接奋起反击 将塔特击倒 回到房间后 普洛亚想打电话将刚刚的事情倾诉 但最后他还是忍了下来 塔特回到房间后 佩奇看到了塔特受伤 于是马上去找普洛亚算账 眼看姐姐不分青红皂白 普洛亚表示 明明是塔特想要对自己动手 而塔特此时更是跑出来扭曲事实 普洛亚看到这种情况更加生气了 但却无可奈何 而普洛亚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收拾东西离开家里 第二天 纳蓬来到公司 竟发现普洛亚整晚都不回家 对于这种情况他非常疑惑 最后在追问下才知道塔特做了什么 生气的纳蓬便想着去找塔特算账 但最后还是被普洛亚拦了下来 而普洛亚也不准备将这种事情告诉其他人 普洛亚再次约了奥恩出去 而诺诺在商场上看到两人后 遇上是决定打电话给维克 但维克却表示自己不想管了 最后诺诺决定自己主动出击 他直接不请自来的加入到奥恩和普米克的约会当中 并且谈话过程当中更是句句都在嘲讽普米克 普米克受不了 只能暂时去厕所逃避 只剩下诺诺和奥恩时 诺诺不断提醒奥恩要警惕 并且说了维克的各种好处 而这次 奥恩却是认真听了进去 塔特前去面见理查 理查表示自己想要扩大市场 希望塔特能够利用佩奇生流社会的名头来做事 最后理查更是态度暧昧 直接拉住了塔特的手 晚上奥恩忍不住回想起诺诺的话语 此时普罗亚回来了 奥恩忍不住询问了他为何去公司睡 但普罗亚并不想告诉母亲实情 而奥恩也决定搬出去住 并且让普罗亚以后有事多询问维克 显然是不再对维克生气了 第二天 奥恩拜托普罗亚邀请维克过来吃饭 而普罗亚则找机会留回公司 给两人独处的机会 在吃饭的时候 两人终于把话说开和好了 塔特想起理查的话语 于是向佩奇提议 用他们家的别墅租出去举办派对 以此来进行盈利维持开销 而此心塌地的佩奇完全没有意见 但是奥恩和维克听了两人的话后不同意 只是现今已经深陷其中的佩奇完全不听劝 最后奥恩想到自己要搬出去了 也不再管他们 眼开事情成了 塔特就开始急忙邀请顾客来参加派对了 但是顾客去玩疯了 搞得乌颜瘴气 甚至就连佣人都看不下去了 想要找维克阻止 而维克这时候才得知 奥恩和普罗亚搬出去了 维克见到了佩奇 想要再次劝他 但现今的佩奇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语 所以维克最后也懒得再说什么 普罗亚和纳鹏在公司约见了丽莎 在丽莎宣传之下 现在公司新产品的销料已经开始不断上升 随后几人一同前去吃饭了 纳鹏和丽莎先去到店里等普罗亚 此时丽莎看穿了纳鹏喜欢普罗亚 于是他决定帮助纳鹏追求普罗亚 这之后 在普罗亚赶到后 丽莎就开始了帮忙 并且直接就帮纳鹏表白了 这样的突兀让两人都猝不及防 丽莎说完就直接走了 只留下面面相去的两人 而纳鹏此时也终于敢正式告白 但普罗亚因为父亲的事情 不敢轻易接受感情 所以纳鹏给了他考虑的时间 奥恩那边接到了维克的电话 但此时他也说不动佩奇 刚挂完电话时 普米克就突然进来了 普米克告诉奥恩 自己准备去国外处理离婚的事情 找奥恩等他回来 塔特名义上是用家里来开派对盈利 但实际上 是希望能够有多一条渠道卖小药丸 而这种吵闹 也让旁边波姆加天天受到噪音骚扰 甚至投诉很多次依旧是没有办法 普罗亚回来之后 就看到了塔特给派对人员发布明东西的场景 不过他暂时没有声张 而塔特看到普罗亚回来后 更是嚣张的想要再次上去调戏他 但这一次 普罗亚却带了电击防狼棒 所以塔特也没法下手 而这只电击棒 是那鹏担心他的安全送给他的 这边塔特不仅通过派对卖想要玩 甚至就连基本的盈利都要拿走大部分 而愚蠢的佩奇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个生意有问题 此时 塔特再次趁机提出要和佩奇登记 但幸好 佩奇还记得维克的话 没有答应塔特 那么 这场挂羊头卖狗肉的派对生意 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 而一直被蒙在谷底的佩奇 到底是否能够清醒过来 面对着塔特的步步紧逼 普罗亚等人又准备如何反击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读读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